Hello大家好我是一姐 一姐在外国视频网站YouTube上看到一条留言评论高达4000家的热门视频 视频内容是用中国最穷省份之一的贵州省省会贵阳市的地铁和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地铁进行对比 原本外国网友都认为纽约会毫无悬念的胜出 毕竟纽约被评为全世界最顶级的国际大都市 可是万万没想到贵阳市的地铁却轻松击败纽约地铁 让美国网友颜面尽时纷纷歇斯底里 说到这儿是不是有人会想这是不是节目效果 毕竟发布该视频的博主是一位外国人 是不是又是和某些人一样掌握了流量密码 各种无脑夸中国就为在中国捞金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外国网友看了这个问题后都是如何评论的吧 网友Nun回答道这个视频里有太多的真相 我记得去中国旅游的时候以为中国会像美国一样 但比美国落后几十年 在上海降落之后我被所有的一切震惊了 仅仅40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变成了能够在全球舞台上与美国竞争的国家 总有一天中国会超过美国 这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Walid回答道我在2015年去了纽约 我走进了地铁最令人震惊的不是看到的东西 而是那种气味 我真的很想马上回到加拿大 网友Shutup回答道我自己也去过纽约好几次 我是加拿大人 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的 我没有去过您的视频中那个地铁站 但是我去过的每个地铁站都差不多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时代广场 第五大道附近闲逛 哦 车站就像地牢 又恐怖又脏 甚至在地铁车厢里也有涂鸦和破碎的玻璃 这真的是一种你并不想要的体验 我想有人会说中国的地铁系统比纽约的新 但这仍然不能成为他们如此肮脏的借口 日本也有一些老的地铁线路 但他们依然很漂亮和干净 网友Eric Zhu回答道 在过去的20年里 美国在阿富汗站就像花费了2万亿美元 而中国花费了1万亿美元 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速铁路网络 网友Keep an open mind回答道 是的 从中国回到美国 就像回到了50年前 直到2018年 我第一次去中国 我才知道中国比美国先进这么多 你从来不会在西方媒体 XX上看到过任何有关他的报道 只有否定 而且通常都是假的 网友Sassmode回答道 说实话 即使你选择了美国最好的车站 他在清洁安全和可靠性方面 仍然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网友Joe Font回答道 很棒的视频 谢谢制作 美国人大多不知道他们在大多数领域 落后了多少 尤其是基础设施 可惜这个视频 没有在美国的每个学校和公共场所播放 很明显 美国在对外战争中浪费了太多的钱 而没有为其公民提供舒适 安全和现代化的生活 网友Jay Zeng回答道 是的 纽约地铁已经建了将近100年了 北京开通的第一条地铁 一号线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 但它仍然保持着崭新的面貌 有百年历史的地铁 并不是它肮脏的理由 网友Tony Gasselves回答道 没错 我在中国住了几年 看到了从旧的铁路系统 到新的高铁网络的变化 真的很惊人 我在那里住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感到过危险 很遗憾的说 美国糟透了 网友Selfis Roralee回答道 在2019年之前 我去过美国好几次 也去过中国好几次 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 能在中国发展他们的事业和生活 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 傲慢 偏见 盲目 狭隘的国家 网友Svartex回答道 我认为即使是中国最差的地铁站 看起来也比美国最差的地铁站 好一百倍 可不敢胡说啊 网友Albert Roundtree回答道 我住在纽约 他们的地铁让人恶心 尤其是在夏天 炎热的天气会释放出难闻的气味 是的 只有在美国 人们才能把垃圾场变成度假圣地 网友Marcusvis回答道 如果我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四年 我会说这个家伙 绝对选择了美丽的风景 漂亮的街道 漂亮的地铁站来进行比较 但真正的问题是 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更糟糕的选择 在中国的每个中型或一线城市 一切都和这些完全一样 网友JHS回答道 我的表弟去了纽约 几年后他获得了绿卡 住在纽约 我认为他很幸运 但几年前他搬回了尼赌尼西亚 在我看来这是多么的愚蠢 你不知道拿到绿卡有多难吗 他告诉我 纽约不是一个抚养孩子的好地方 好了 那大家看完这些外国网友的评论后 你是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的发展差距的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